好 為了要讓藝術走進社區國際連結在地 為在吉安鄉的慈恩藝術村 近日積極投過社區旗艦的計畫 那麼跟鄰近社區發展協會來連結 希望將藝術村的藝術家投擲在我們的社區 期盼進行更多有趣的工作坊 踢他踢他的腳步聲從併雲莊社區活動中心三樓教室傳來 正式駐慈恩藝術村的踢他舞者老師 與社區夥伴分享踢他舞的歷史脈絡以及舞蹈體驗 為了讓藝術走進社區國際連結在地 為在吉安鄉的慈恩藝術村透過社區旗艦計畫 將藝術家投放在社區進行更多創意有趣的工作坊 呼應我們慈恩藝術村讓藝術走進社區 讓國際連結在地的一個理念 然後我們積極的跟周圍的社區發展協會進行這個連結 希望可以把我們的藝術家投放到社區裡面 進行更多有趣的工作坊 然後透過這些初階的工作坊 能夠讓社區裡的勤勞、夥伴們 能夠有機會感受到來自國際藝術家的這種不同藝術體驗 同時也可以透過互動的過程中 把祈勞的智慧開發出來 跟我們的藝術家進行一個交流 也可以豐富創作者的這個創作的一些想法 然後最後我們再透過這個成果發表 或者是透過這個更進階的課程 邀請我們社區的夥伴到我們藝術村裡面 參加更進階的這些藝術體驗 這是我們一系列的希望讓藝術走進社區 這樣的一個做法 除了有踢踏舞的教學 還有魔術秀、蠟燃、點化、音樂等課程融入 未來不僅跟碧雲莊社區合作 也將跟永安、泰昌、水源等社區交流 讓社區祈勞與藝術村夥伴 彼此交流互動體驗 豐富創作者的靈感 像我們上個禮拜是由那個 美國加州來的一個艾斯 來帶來一個魔術表演 那張子他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表演 可能我們以前有在電視上看過 可是從來沒有在現場裡面看到說 他在現場表演魔術給張子看 他們也非常的驚奇 那今天呢 今天我們就又邀請到了一個藝術村 他們今天是表演一個踢踏舞 那怎麼樣去呈現踢踏舞 讓張子他們去也能夠融入這樣子的活動裡面 是讓他們就是有一樣的 就是感覺不是說真正他們真的在跳踢舞 但是用腳去做出一個節奏來 對 讓他們腳可以踢起來 這樣也是延緩他們一個失能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們又可以體驗到不一樣的課程 也期盼未來能邀請社區夥伴到藝術村走走 做更深一層的認識 實現讓藝術走進社區國際連結在地的理念 記者蔣方燕 檢安箱報導 所以我聽到 那就是 在那邊 都很全 ER 這麼多 那個人家的手提高 colored手提高